这是9月28号,美国益庄侠捷布克里斯成功穿越浙江江郎山一线天的现场画面。 江郎山位于浙江渠州江山市,海拔824米。 一线天是两座山峰中间的小道,最窄的地方只有3.5米,被地质专家刊定为中国一线天之最。 当时,捷布克里斯身着益庄搭乘直升飞机,飞临江郎山上空,然后纵身跃下, 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,成功穿越狭窄优胜的一线天通道,光是穿越的飞行时间就超过了6秒钟。 捷布的冒险飞行让人们领略了一桩飞行的惊险刺激和非凡魅力, 不过当天只有它一个人的表演,让人看得未免有点不过瘾。 而要真正见证一桩飞行高手间的比拼,则非一桩飞行试景赛莫属了。 张家杰的天门山在成功举办了2012年首届一桩飞行试景赛的基础上, 今年的第二届比赛吸引了全球更多顶尖一桩飞行运动员的参与。 捷布克里斯作为比赛顾问也将加入其中。 今年的比赛难度超越第一届,空中三次急转弯更是比赛的最大看点。 根据今年的比赛规则,16位参赛选手将按照排位顺序轮流从海拔高度1433米的天门山山顶起跳台起跳。 选手通过起跳线开始计时,按照规定路线飞行,空中三次急转弯, 最后通过以锁到揽升为标志的终点线。 终点线距离起跳点高差约700米,飞行路线全程约1600米。 此次比赛增加了飞行难度,并首次引进了全球最先进的全自动计时系统, 从而最大程度避免成绩统计的误差,保证比赛。